好 家裡面有人生病的話 應該都會請外勞 而在我國社福外勞當中 印尼外勞就佔了七成多 幾乎是獨佔的局面 而現在印尼駐台經濟貿易代表處 也開始獅子大開口 他們要求雇主如果想要 直聘印尼外勞 必須親自北上面市 而且付給印尼外勞的薪資 要比照台灣勞工的基本工資 一萬九千零四十七元 那麼這樣一來 雇主每個月大約要多負擔三千塊錢 而且還要北上面市 指著當然引來故土的抱怨連連 而勞委會 直訊局和印尼方面 現在決定要在今年六月的 台灣印尼勞工會議來正式的談判